基础生物上 1-2 细胞的构造 这是1-2的重点解说 我们这个单元主要在介绍细胞的构造 提到细胞的构造 我们要先从细胞学术的建立开始 而有关于细胞学术的建立 必须要提到细胞发现的过程 细胞发现最主要关键是在16世纪的时候 显微镜的发明 从1590年真生副子 发明了全世界第一台的显微镜 这是观察细胞最主要的突破 后来意大利的伽利略 他用两片自制的凸透镜做成了镜头 他观察昆虫的眼睛 清楚地看到昆虫的副眼 而这时也开启了动植物显微观察的研究 1665年的时候 英国的福克 他用自制的副式显微镜 来观察老木塞的切片 旁边这个是福克所制制的显微镜 福克所制造的显微镜 是属于富士显微镜 除了上面目镜 底下雾镜 中间在镜头的地方 还有很多片组合的凸透镜 这是富士的光学显微镜 它是利用油灯的燃烧 从这边油灯在燃烧的时候 发出了光 透过玻璃球的聚光 再经过凸透镜的聚光 将光源集中在标本上面 于是把标本放在这个位置上 从目镜的地方就可以观察到放大的标本 结果福克从显微镜底下 他观察老木塞的切片 他看到显微镜下的老木塞 有像蜂窝状的格子的构造 他把这一格一格的构造称为cell 这是最早对细胞的命名 福克同时他也把显微镜下所观察到 有关动植物的各种构造 做详细的记录 他并且出版了一本唯有图字的书 一直流传到现在 可是福克所观察到的细胞 并不是真正的细胞 而只是老木塞使细胞的细胞壁的构造而已 因此福克并不是真正观察到细胞的第一个人 而真正观察到完整的细胞 甚至观察到活的细胞的 是一位荷兰的业余科学家雷乌霍克 雷乌霍克他用自制的显微镜 他观察水中的浮游生物 以及土壤、腐湿、烂漏 甚至自己的精益 由于雷乌霍克他的显微镜倍数非常的高 因此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观察到活细胞的科学家 而且也是第一个发现细菌的科学家 在1930年之前 科学家所使用的显微镜是属于光学显微镜 光学显微镜的光源来自于可见光 而可见光的波长大约400奈米到700奈米 因此到了20世纪 以光学显微镜也无法满足科学家对细胞的观察 所以科学家尝试以新的光源来提高显微镜的放大倍数 一直到1930年以后终于发明了电子显微镜 因为电子显微镜是以电子数作为光源 因此可以将所观察的影像放大数十万倍 因此这也大大的提高了科学家对于显微镜所观察的倍数 所以很多科学的发现也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由于显微镜可以提供较细微的构造 所以科学家对生物的观察也逐渐透彻 我们要区别生物和非生物最主要的依据 我们发现生物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而这个发现过程 从1838年植物学家许来登 他发现所有植物都是由细胞所组成 因此他发表了论文 所有植物细胞里面都有细胞核的构造 而同时在1839年的时候 动物学家许旺他也发现 在动物的软骨组织里面也有细胞核的构造 而细胞核的周围有一些胶状的物质存在 而在胶状物质外面则有一层膜 因此许旺也推断 动物的组织也是由细胞所组成 所以在1839年的时候 许旺跟许来登他们一起提出了细胞学说 而后在1855年的时候 德国的生理学家魏修或者翻译成Faker 他提出一切细胞的来源都是由于原来已经存在的细胞所产生的 也就是说细胞是由已经存在的母细胞经过不断的细胞分裂而制造出来的 而这个说法也打破了过去的神创论 主张生物是由上帝所制造的 因此生物的存在必须是由已经存在的母细胞 经过不断的细胞分裂才能够产生 所以我们对细胞学说的内容 我们做一个整理 在1839年的时候 许旺跟许来登他们提出所有的生物体 包括动物跟植物都是由细胞以及它的原生物所构成的 因此细胞是构成生物体构造还有功能的基本单位 所以生物的构造及功能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可是提到细胞的来源 主张细胞是由已经存在的母细胞 经过不断的分裂才能够产生 这个是细胞学说的内容 有关于细胞的特性 首先我们先比较 细胞的大小一般常用微米作为单位 一般的细胞大约是1微米到100微米左右 而我们对于物体的观察主要有三个界限 这个可以提供参考 我们对于物体的观察 如果以肉眼来观察的话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极限大约是1毫米左右 1毫米也叫做1mm 这是1公里 如果比1公里还小的话 我们用肉眼则会看得非常吃力 如果以光学显微镜来看的话 因为光学显微镜它是以可见光作为光源 而可见光的范围大约400奈米 到700奈米 而一个微米等于1000奈米 所以400奈米到700奈米比一个微米稍微小一点点 所以如果以光学显微镜大约可以看到微米左右 如果比微米还小则就不容易清晰了 至于电子显微镜 因为是借着电子数 因此可以看到奈米的结构 而奈米的结构大约是物质的结构 所以原子分子的构造 我们可以借着电子显微镜来观察 因为一般生物的细胞大约是1毫米到100毫米左右 所以如果一般的细胞我们可以用光学显微镜来做辨识 而生物的种类 我们可以分成原核生物 还有增核生物 原核生物因为缺乏细胞核 所以它的构造会比较小一点点 一般原核生物的大小 大约是1到10个 原核生物的大小 一般大约是1 原核生物的大小 一般大约是1到10个微米左右 而这个生物细胞则比较大 因为有细胞核的存在 所以它的大小 大约是10到100微米左右 可是 虽然原核生物和增核生物 它们细胞的大小不一样 形状还有功能彼此不相同 可是 在细胞内部 基本构造却是十分相似的 因此 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 细胞是构成生物体构造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虽然动物跟植物具有不同的特性 可是 它们在细胞内部所具有的构造则是十分类似的 如果我们把生物体按照细胞的组成数目来做区别 我们可以把生物体分成单细胞的生物 还有多细胞的生物 分成这两大类 如果我们来比较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生物 这两类生物它们最大的差异 首先 生物个体的细胞数目不相同 所谓单细胞生物它一个个体就只有一个细胞 而多细胞生物它一个个体则有很多个细胞 像原生物界里面的细菌 以及原生生物界里面的草铝虫变形虫 这些是属于单细胞生物 而多细胞生物则像动物界 植物界或者真菌界 这些则是属于多细胞生物的 我们说单细胞生物 它一个生物个体只有一个细胞 因此在这个细胞里面 它可以表现出所有的生命现象 因此一个细胞它可以单独存在 所以单细胞生物它的独立性比较高 一个细胞里面可以同时具有多种的功能 比方说一个细胞里面 它可以直接进行消化运动 甚至生殖等各种不同的功能 因为它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因此它对细胞与细胞之间 它就没有依赖性 因为它可以独立存在 而且它也没有其他的细胞可以跟它做分工 所以单细胞生物它没有细胞分工的现象 这个是单细胞生物它最大的特征 而像动物或者植物等所组成的多细胞生物 它一个个体里面具有多个细胞 甚至具有不同种类的细胞 因此多细胞生物它细胞种类多 细胞数目也多 而由于每一个细胞具有特定的功能 因此每一个细胞只能进行专一的功能而已 因为每个细胞只有一定的功能 所以细胞它不能独立存在 一个细胞必须要跟其他的细胞彼此相协调 才能够完成生物体所需要的各种功能 所以细胞与细胞之间它的依赖性则是比较大 而细胞之间则必须要借着彼此的分工 才能够完成某一个特定的生命现象 所以多细胞生物彼此之间它们的协调能力很强 可是也相对的彼此之间依赖性很大 所以细胞与细胞由于彼此之间的依赖独立性特别低 因此多细胞生物里面的每个细胞它无法单独存在 这是多细胞生物所具有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增合细胞还有原合细胞 我们对于生物细胞的分类除了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生物的区别以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细胞的构造里面有没有合模的构造 或者说有没有细胞核的存在 如果一个细胞的构造里面它没有合模或者没有细胞核的话 我们把这个称为原合细胞 如果有细胞核的构造 我们就把这个细胞称为增合细胞 而原合生物是由原合细胞所组成 增合生物则是由增合细胞所组成 而如果根据细胞学说 因为细胞是构成生物构造及机能的基本单位 所以如果按照细胞学说 生物必须有细胞的构造 因此如果按照细胞学说的分类 病毒因为缺乏细胞的基本构造 因此病毒不能算是生物 所以在早期的生物分类上 病毒是被生物排除在外的 而如果根据生命现象来区分的话 因为病毒具有一部分的生命现象 因此我们现在对于生物的分类 我们则是把病毒归类于 介于生物和无生物之间的物种 这是在不同时期 对于生物定义不同所产生的结果 而不论动物或者植物 只要是生物 它必须由细胞所组成 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无论是原合生物或者是增合生物 只要是生物 它一定有细胞的构造 因此在细胞内部 无论原合细胞或者增合细胞 它一定有细胞膜 一定有细胞质 一定有DNA 一定有核糖体 这四个构造是原合生物跟增合生物 它们必定存在的共同构造 首先细胞膜 因为细胞膜可以区隔细胞内外 因此可以把细胞跟外界相隔离的一层薄膜 细胞质则是在细胞内部可以进行化学反应的场所 生物体所具有的遗传物质则是DNA 因此DNA在细胞里面它必定要存在 这样才能将生物的特性遗传下去 而核糖体则是生物体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所以无论原合生物或者生合生物在细胞内部一定有核糖体的构造 所以在原合生物或者生合生物的细胞内部 它不一定有细胞核的存在 可是一定有细胞膜 细胞质 DNA 还有核糖体 这四个基本构造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原合生物 所谓的原合生物原本是指缺少细胞核 或者应该说缺少细胞核里面核仁跟核膜的部分 由于一个细胞核 原外道内本来应该有核膜核质跟核仁 可是原合生物它的构造简单 它在生成过程缺少了核仁还有核膜这两个部分 以至于它的核质遗传物质散落在细胞质当中 同时原合生物它的体内也缺少了磨状的胞气 所以在细胞质里面 一般的正合生物有磨状的胞气 可是在原合生物里面没有磨状的胞气 这是原合生物的特征 而原合生物因为缺少细胞核 所以它体积很小 一般的原合生物直径大约1到10个微米左右 而如果正合生物的细胞则经常大于10个微米 所以原合生物是在10个微米以下 而正合生物则在10个微米到100个微米之间 目前我们所发现原合生物通通都是单细胞生物 原本原合生物所指的是指原合生物界 这是在过去我们把生物的分类分成5界的时候 其中构造最简单的一界就是原合生物界 可是后来生物学家沃斯 他发现原合生物界里面 骨细菌和真细菌它们细胞壁的成分不相同 因此沃斯把原合生物界 把它分离成真细菌界还有骨细菌界 所以从此就变成了所谓的三域六界 而所谓的六界构造最简单的 就是真细菌和骨细菌 真细菌界它的细胞壁成分是以太聚糖为主 而骨细菌界它的细胞壁则是非太聚糖类 而在早期我们原本以为蓝绿菌是蓝绿藻 所以以为蓝绿藻是藻类 后来发现蓝绿藻也是属于原合生物界 所以它跟真细菌一样 所以蓝绿藻也就是蓝绿菌 都是属于真细菌界 只是它体内含有越绿素可以形光合作用 因此像蓝绿菌 它是属于原合生物里面 能够进行自营可以致死养分的生物 目前我们发现 原合生物是在地球上出现最早 而且分布最广的生物 对于细菌而言 我们一般是以细菌的外形来命名 有些细菌是球状、杆状或者螺旋状 所以像葡萄球菌 它是属于球形的 霍萄狐菌也是属于球形的 上含杆菌是属于杆状的 结合杆菌或者大肠杆菌也是属于杆状的 而像霉图螺旋体 则是属于螺旋状的细菌 这个是按照细菌的外形 我们来做分类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生物的名称是以形状来命名的 它大部分就属于原合生物里面的真细菌界 而原合生物它的基本构造 由外道内有四个部分 分别是在最外层的有细胞壁 再往里面是细胞膜 而中间可以进行反应的是细胞质 最后里面含有环状的移传物质 有这四个部分 我们先介绍原合生物里面 细胞壁的特征 原合生物的最外层是细胞壁 细胞壁以真细菌界而言 真细菌的细胞壁主要成分是太聚糖 这一层的细胞壁它具有保护的作用 所以在原合生物界 我们在最外层的部分 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个细胞壁 而在内层则是细胞膜的成分 我们发现原合生物的细胞膜 它的组成跟正合细胞的细胞膜 成分都是相同的 都含有零子质的成分 因此细胞膜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具有选择性的通透 而原本在真额生物的细胞 有立腺体的构造 立腺体本来可以进行有氧呼吸 而产生ATP提供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可是由于原合生物它缺乏立腺体的构造 所以原合生物在进行呼吸作用时 呼吸作用所相关的酵素 变成是附着在细胞膜上 所以原合生物的细胞膜 它含有呼吸作用的相关酵素 因此如果原合生物进行有氧呼吸 是透过细胞膜上的酵素 在进行有氧呼吸 而借着有氧呼吸所提供的能量 则提供给生物体使用 这是细胞膜它所具有的特征 而在细胞膜内 则是细胞进行生化反应的主要场所 这个部分就是细胞质的部分 细胞质可以进行细胞里面 所必须进行的合成反应还有分解反应 也就是同化作用跟抑化作用 所以细胞质是进行生化反应 最主要的场所 而细胞质的成分 它含有胶态的基质 在这个胶态的基质里面 包含了水分 无机原类 以及其他的有机物质 包含葡萄糖 或者氨基酸等物质 不过在原合生物的细胞里面 它则不含含膜的胞气 这个是正合细胞里面有 但是原合细胞里面却没有的 所以在原合生物的细胞里面 它唯一的一个包含是不含膜的核糖体 因此我们说 核糖体是原合生物和正合生物 共同都有的构造 只是原合生物的核糖体 它的构造比正合生物的核糖体还要小 不过都是核糖体 这是原合生物它可以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所以原合生物要合成蛋白质 是透过核糖体合成蛋白质 那在细胞质里面进行 而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则主要是DNA 由于原合生物因为缺少核膜 还有缺少核人的构造 所以原合生物的遗传物质 暴露在细胞质当中 染色质和染色体 它的差别 如果在进行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会据说变成短棒状的染色体 所以实际上 染色质跟染色体 它成分是相同的 而原合生物它染色体 它是一条环状的DNA残绕而成 而透过这条DNA 原合生物所有的遗传讯息 全部记录在这条DNA当中 除了DNA这个遗传物质之外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部分 在DNA的旁边 还有一个构造比较简单的质体 它的成分也是DNA 而这个质体的DNA 我们后来发现 可以作为基因转值的时候 重组DNA的载体来使用 这是在遗传工程上的重大发现 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个图 原合生物的构造 它是一个简单的构造 在这个细胞里面 最外层是细胞壁 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是以太聚糖为主 它对原合生物是提供保护作用 细胞膜一方面可以隔离 细胞内外两个部分 同时对于物质也具有选择性的通透 它就像一般正合生物的细胞膜一样 成分都是零支质 而在细胞里面的细胞质 是进行化学反应的场所 在这细胞质当中 这些小黑点 这个是核糖体 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而原合生物的遗传物质 则是进入在这个DNA里面 DNA它是环状缠绕 而在DNA的旁边 这里有个子体 这个子体在遗传工程上 可以作为基因转值时的载体来使用 这是原合生物的细胞 它的主要介绍 接下来我们介绍增合生物的特征 所谓的增合生物是指在细胞的内部构造里面有细胞核 所以它有核膜还有核能的构造 这个是增合生物跟原合生物两个最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在细胞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细胞核表示它是增合生物 如果缺乏细胞核的构造 它就是原合生物了 同时除了细胞核的构造之外 在细胞质的部分 它还有许多含膜的胞气 所以我们后面还会对增合细胞 它所含有的胞气 我们会做详细的介绍 增合生物在生物界里面 它包含了原生生物界 增菌界 植物界 还有动物界 这四大类 这些都是属于增合生物 而有关于增合生物的特征 因为增合生物的细胞 它有细胞核在 所以增合生物跟原合生物大小不相同 增合生物的细胞比较大 原合生物的细胞则比较小 而在尺寸上来讲 增合细胞的直径 大约是10到100个微米 所以10微米以下的是原合生物 超过10微米的是增合生物 这个是它第一个特征 而所有增合生物的特征 它们共同的基本构造 都是含有细胞膜 细胞质 还有细胞核 最外面是细胞膜 最里面是细胞核 细胞质 则是介于细胞膜跟细胞核之间 我们把这三个构造 也称为细胞的原生质 而除了动物细胞 没有细胞壁之外 藻类 菌物界 植物界 它们都有细胞壁的构造 细胞壁是在细胞膜的外层 它主要的功能是有保护作用 然而不同的种类 它们细胞壁的成分并不相同 像原生藻类 还有植物界 它的细胞壁成分是纤维素 纤维素除了保护作用之外 同时它可以维持细胞的形状 而菌物界的细胞壁主要成分则是几丁质 所有的整合生物都有染色体的构造 我们前面提到染色质跟染色体 它的差别只是在出现的时期不同 平时是丝状的染色质 当在建型细胞分裂的时候 染色质它会据说会变成短棒状的染色体 而染色体的功能可以控制细胞的活动 也因此我们把细胞核称为细胞的生命中枢 细胞质里面它含有各种不同的胞气 可以进行各种的化学反应 借着这些膜状胞气的隔离 可以使得细胞里面同时进行多项的化学反应 而彼此不会产生干扰 这是膜状胞气的特征 而除了细胞膜以外 而除了细胞膜之外 包括细胞核的核膜 或者细胞质内部的膜状胞气 它们主要成分都是零脂质的成分 而且膜的成分都是指双层 有些构造含有双层膜的胞气 有些构造则含有单层膜的胞气 少数不含膜的胞气 这些都是不同胞气它所具有的特征 而原核生物跟真核生物 唯一共同的只有核糖体这个胞气 是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两个共同有的 但是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 它们的核糖体大小不一样 所以组成分子也是略有不同 这个是真核生物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 原核生物的细胞和真核生物的细胞 两者它们共同或者差异的地方 原核细胞因为构造简单 缺少合模的构造 所以原核生物主要都是单细胞 而真核生物则大部分都是多细胞为主 而比较细胞的大小 原核细胞明显的比真核细胞小 原核生物的细胞它小于10个微米 真核细胞则介于10个微米到100个微米之间 这是每个细胞大小的差异 细胞壁的成分 原核生物的细胞壁 以真细菌剂而言 它是太聚糖的成分 不过如果是原核生物的骨细菌界 它的细胞壁成分则是非太聚糖 可是真核生物的细胞 除了动物界没有细胞壁之外 植物界还有原生藻类 它们的细胞壁是纤维素 真菌界的细胞壁 主要以几丁值为主 而细胞膜则是原核生物跟真核生物 它们同时都有 也是结构相同 成分相同 功能相同的 它们都是灵脂脂的成分 都含有脂双层 这个是它们共同的构造 至于细胞核 原核生物因为缺少核膜 而且没有核能 因此原核生物 它染色质会散落在细胞质当中 原核生物的染色质 它是成一条环状的构造 而真核生物 有核膜 有核能 真核生物 它有一个完整的细胞核 而真核生物的染色质则位于细胞核里面 染色质跟染色体的差别 细胞在一般的状态是属于丝状的染色质 而在进行细胞分裂的时候 染色质它会凝聚变成短磅状的染色质 所以实际上染色质跟染色质它成分则是相同的 而真核生物的细胞 它染色质它是现状的DNA 再加蛋白质 而原核生物的蛋白质含量则非常的少 所以比较原核生物跟真核生物 原核生物的染色质是环状的一条 而真核生物则是现状的有多条的染色质 在原核生物的细胞里面 在细胞质当中因为缺少含膜的胞气 所以原核生物它的唯一胞气就只有核糖体 这个核糖体是原核生物跟真核生物 两者唯一共同有的胞气 而至于其他膜状的胞气 因为原核生物不含膜 所以膜状的胞气则完全都没有 真核生物的膜状胞气则有包括 则有包括双层膜的 例如液氯体、粒线体是双层膜的胞气 而内脂网、液胞、高基氏体等 则是有单层膜的胞气 水质和细胞有单层膜的胞气 有双层膜的胞气 或者不含膜的胞气 水质和生物的细胞 构造会比原核生物的细胞 构造来得复杂 这是我们对原核生物的细胞 和质和生物细胞 两者我们互相做比较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 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 它们在构造上 它们的区别 首先 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的构造 而植物细胞则有细胞壁 细胞壁的位置 是在细胞的最外侧的地方 这是植物细胞才有的 动物细胞则没有细胞壁的构造 由于植物细胞有细胞壁 因此植物细胞在形状上来讲 一般比较规则 而动物细胞则因为没有细胞壁的构造 所以动物细胞的形状 则一般是比较不规则的形状 细胞的基本构造是原生值 无论动物细胞或者植物细胞 都有原生值的构造 而动物细胞最外侧 这个是细胞膜 植物在细胞壁的里面 也有细胞膜的构造 而在最里面的地方是细胞核 这是动物的细胞核这一棵 植物的细胞核则是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植物在中心有个中央大一包 所以相对的把细胞核挤到旁边去了 所以植物的细胞细胞核就不会位于中央 而动物的细胞核则一般比较容易位于中央的位置 而在细胞膜跟细胞质两者之间 这里则是细胞质的范围 所以对植物来讲 细胞膜跟细胞核中间 中间一大片的空间 则是属于细胞质的位置 在细胞质里面 细胞质有各种不同的胞质 而胞质里面包含有双层膜的胞质 例如液氯体和液氢体 这两个是属于双层膜的胞气 可是植物才有液氯体 植物的液氯体是这个形状 这是植物的液氯体 而动物没有液氯体的构造 液氢体植物跟动物两者都有 液氢体是属于线形或者球形的 这个是液氢体的构造 因此液氢体植物细胞跟动物细胞都有 但是液氯体只有植物细胞有 动物细胞则没有了 而单层膜的胞气有四个 从内植网、高基氏体、龙体、还有液胞 因为动物的液胞不明显 因此在动物的细胞里面 液胞比较不容易观察得到 而植物细胞则有内植网、高基氏体、龙体 以及中央大液胞 这个是属于单层膜的胞气 所以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 它们都有内植网、都有高基氏体、都有龙体 也都有液胞 只是动物的液胞不是很明显 植物的液胞则是很大的一个中央大液胞 因此这四个包括内植网、高基氏体、液胞、还有龙体 这四个是属于单层膜的胞气 而核胞体和中心力则属于不含膜的胞气 核胞体、动物细胞、植物细胞都有 它是合成蛋白质的中心 像在粗糙内植网上面 我们常可以看到附着在上面 具有颗粒状的 这个是核胞体的构造 所以细胞盒旁边 这个是粗糙内植网 在粗糙内植网上面 这里有凝着核胞体 植物细胞中心 这个是细胞核 细胞核的旁边 这个是内植网 内植网上面 也是有一颗一颗颗粒状的核胞体的构造 所以核胞体 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 两者都有 这个是不含膜的胞气 而中心力则只有动物细胞有 植物细胞则没有中心力 所以动物细胞的中心力 它是两树的尾管呈相垂直的十字状 这个形成中心体 这是动物细胞才有的 可是植物细胞却没有这样的构造 这是我们比较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 在构造上 两者在图形上 我们比较容易辨认的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整合生物细胞里面 各个组成的细部介绍 首先我们先看细胞膜 细胞膜它是属于流体相牵模式 因为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科学家曾经实验 先把人类的细胞 还有老鼠的细胞 先在细胞膜的表面 先做标记 做好标记之后 将两个细胞放在一起 进行细胞融合 结果发现 原本在两个细胞上面 我们做了特殊的标示 可是经过40分钟之后 这两个细胞融合成一个大细胞 人类的细胞和老鼠的细胞 彼此均匀的互相混合 这个实验显示 人类的细胞跟老鼠的细胞 在细胞膜的表面 因为具有流动性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彼此可以流动得非常均匀 所以这个实验可以显示 细胞膜具有流动性 所以我们把细胞膜的构造 我们也称为流体相牵模式 而提到细胞膜的组成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形 其中第一个成分是灵芝质 而且细胞膜 它不但是灵芝质的构造 而且是双层的灵芝质 上面有一层灵芝质 底下有一层灵芝质 而在图形上 这个像人形的构造 这个是灵芝质的构造 所以上面这边 这个灵芝质 底下这里有一层灵芝质 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双层的灵芝质 或者也称为子双层 而这个子双层 也是构成细胞膜最基本的成分 除灵芝质之外 还有一些蛋白质的构造 上面这个是蛋白质 底下这里也有蛋白质 还有贯穿整个细胞膜表面的 这个也是蛋白质 水细胞膜主要 灵芝质跟蛋白质的成分 而我们所称流体镶嵌模式 是因为以灵芝质作为基质 而蛋白质的构造 镶嵌在灵芝质上面 因此我们把这种形式 称为流体镶嵌模式 除了灵芝质跟蛋白质的 两种成分之外 还有一些糖类的成分 有些糖类附着在蛋白质上面 有些糖类附着在灵芝质上面 这个是有些糖类存在 而在灵芝质的内侧 这里面还有党固醇的构造 像这个是党固醇 这个是党固醇 灰色深色的这个是党固醇 这个是党固醇的构造 因此我们说 组成细胞膜四个基本成分 第一个是灵芝质 第二个是蛋白质 第三个是糖类 第四个是党固醇 这四种是构成细胞膜 最主要的四种物质 细胞膜最主要功能 它可以区隔细胞内外两侧的环境 所以细胞外侧跟细胞内侧 两侧可以独立分离开来 这个是细胞膜它主要的作用 因为细胞膜本身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 以及灵芝质的特殊构造 因此细胞膜可以选择性的控制物质的进出 我们把细胞膜所具有的这种性质 我们也称为半透性 而所谓的半透性是指 像糖类或者蛋白质等一些较大的分子 它无法穿越细胞膜 因此它被隔离在细胞膜的外侧 而例如像气体分子 或者有一些脂溶性的小分子 例如像脂肪酸或者甘油 它可以穿越细胞膜可以自由通过 可是有一些离子 比方说钠离子、钾离子或者铭离子、钙离子等 它可以凭借着细胞膜上特殊的通道 或者像葡萄糖、氨基酸 它也可以借着这些特殊的通道 穿过细胞膜 因此我们把细胞膜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功能 我们就称为半透性 也就是气体或者脂溶性的分子 很容易从细胞膜的表面穿过 而离子或者矿物质 则必须要从特殊的蛋白质通道才能够穿过 可是较大的分子则被隔离在外 无法通过 而这些就是细胞膜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这个就是所谓的半透性 而在细胞膜表面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 而这些特殊的蛋白质 可以在细胞膜表面形成特殊的膜蛋白 形成受体 维持跟其他细胞的联系 而关于细胞膜最重要的构造 是磷脂质的成分 所有的磷脂质 它有包括三个基本构造 首先 它包含一分子的甘油 一分子的磷酸 还有两分子的脂肪酸 酸者彼此在结合的时候会去掉三分子的水 我们把这种物质结合的方式 我们称为缩合聚合 所以这个图上这是一个磷脂质的构造 中间的部分这是一个甘油的构造 在甘油的上端结合一个磷酸基 而在下端的地方则结合两个脂肪酸 因此蓝色的这是一个脂肪酸 这里这是另外一个脂肪酸 而两个脂肪酸是形成输水端 上面的磷酸基则是形成清水端 所以如果我们用减图来表示 中间这个图表示是一个磷脂质的一个减图 上面球状的这里是一个清水端磷酸基的部分 底下两条这个是脂肪酸 属于非极性的输水端 所以清水端的磷酸基 这边则是具有带电的极性 我们说细胞膜的结构是属于双层磷脂质 其中清水端的构造是位于细胞膜的两侧 所以外侧的部分则是清水端的部分 而内侧的部分则是输水端的构造 我们将细胞膜的这种特殊构造 我们称为磷酸基脂双层 或者简称为双层磷脂质 而科学家在研究细胞膜的构造之前 他们发现脂溶性的小分子 比水溶性的小分子更容易穿过细胞膜 因此他们判定在细胞膜的构造里面 一定有脂质的成分 结果真的在细胞膜的构造上 真的找到有磷脂质的成分在 而脂双层的排列的特征是 磷酸基所形成的清水端 属于头部朝外的部分 而脂肪酸则是属于输水性尾部向内的部分 所以一端是清水端 一端是输水端 而这个也形成细胞膜的特殊构造 如果输水端的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如果越高的话 则磷脂质它的流动性会越大 所以植物的细胞膜 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较高 因此植物的细胞膜 它的磷脂质流动性会比动物的细胞膜 它的流动性还要大 细胞膜除了磷脂质的构造之外 还有蛋白质的成分 我们说细胞膜 它属于流体镶嵌模式 因为这些蛋白质它是镶嵌在磷脂质上面 而在细胞膜上的蛋白 有些蛋白质位于细胞膜的外侧 有些蛋白质位于细胞膜的内侧 有些蛋白质则是贯穿整个细胞膜 而由于磷脂质它本身具有流动性 所以蛋白质的位置也随时在改变 位于细胞膜上的蛋白 我们统称为叫做磨蛋白 磨蛋白的种类很多 而且不同的磨蛋白它具有不同的功能 而有些蛋白质则会贯穿整个细胞膜 而形成特殊的通道 而这些通道 有些可以让矿物质离子通过 有些可以让氨基酸或者葡萄糖等氧分分子通过 而每一个通道都具有专一性 因此能够允许不同的矿物质离子 或者能够让不同的氧分分子可以让它穿过 而这个特性也是细胞膜半透性所具有的特征 除了磷脂质跟蛋白质这两个是细胞膜最主要成分之外 还有一些少量的糖类会附着在磷脂质或者附着在蛋白质的表面 可是这些糖类它一定是在细胞膜的外侧 含量虽然不多可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因为这些糖类它跟细胞的辨识有密切的关系 为细胞膜表面的这些糖类 它可以辨识入侵的物质是属于自体细胞的物质或者是外来细胞的物质 而这种功能可以让细胞膜判断是否允许物质穿过细胞膜而进入到细胞内 所以这些糖类一定是在细胞外侧的地方 这样才能够具有辨识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糖类的位置来判断细胞膜的哪一侧是外侧或者是内侧 以这个图而言 因为上面这边是糖类 因此外面这里是细胞的外侧 而底下这里则是细胞的内侧 细胞内侧则表示里面这里是细胞质的成分 而在细胞质的内部这里则有一些党固醇的构造 像这个是党固醇 这个是党固醇 这个也是党固醇 党固醇本身是属于子龙性的分子 它也是非极性的分子 因此它能够很容易的跟细胞质相结合 而我们发现这些党固醇仅存在动物细胞体内 所以在动物细胞的细胞膜上 我们才能够发现党固醇的成分 而在植物细胞的细胞膜内则缺乏党固醇的构造 而这些党固醇它主要的目的 可以维持细胞膜流动的稳定性 因此党固醇它可以避免细胞膜流动过慢或者过快 而这个功能也可以避免细胞膜因为流动太快而破坏 这党固醇在细胞膜里面所具有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细胞质 细胞质是位于细胞膜的内侧 它的位置是在细胞膜跟细胞核之间 在这个范围之内充满了许多流动性的胶状物质 这些流动性的胶状基质 我们也把它称为细胞质液 细胞质液它主要成分包含了 水 无基盐 还有多种的有机物质 例如像葡萄糖 氨基酸等一些小分子 或者核酸等物质在 这些有机物质包含葡萄糖或者氨基酸等 细胞质它是在细胞内进行化学反应的主要场所 所以细胞里面包括合成反应分解作用 主要都在细胞质进行 而为了让细胞质内可以同时进行较多的化学反应 因此在细胞质内有许多空间 用磨状的胞质把它包覆起来 于是这些磨状的胞质 或者有些非磨状的胞质 它们就能够进行特定的代谢作用 所以细胞质内的各项胞质 是进行化学反应最主要的场所 我们一般在细胞里面常见到的胞质 有些是双层膜的胞质 像液律体 粒线体是属于双层膜的胞质 而内质网 高基氏体 龙体跟液胞 这四个是属于单层膜的胞质 而例如像核糖体或者中心体 这两个则是属于不含膜的胞质 有些胞质存在动物体内 有些胞质只有在植物体内 例如像液律体只有在植物体内才有液律体 动物体内则没有液律体的构造 而动物体内有中心体 可是在高等植物的细胞里面却缺乏中心体的构造 因此我们了解每个胞器的构造 还有它的性质 我们也同时可以知道会存在着这些特定的胞器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细胞核 我们所称细胞内的原生质 包括细胞膜 细胞磁和细胞核 这三个基本构造 细胞核是只有在正合生物里面 才存在的构造 而如果是原核生物 则在细胞里面 则没有细胞核的构造了 细胞核的形状 有些是球形 或者植圆 或者不规则 因此根据细胞的功能 以及它的性质 细胞核也因此具有特殊的形状 我们说细胞核是细胞的生命中枢 因为细胞核它可以控制细胞的生命 还有各种的生理活动 而至于细胞核的构造 我们可以从外到内分成 核膜 核植 和核仁这三个部分 细胞核在最外层 这个是核膜的构造 细胞核的核膜它是属于双层膜 所谓的双层膜包括外膜跟内膜两个部分 每一层膜就像细胞膜一样 它们都是属于双层零支质 因此两层膜总共有四层的零支质 而在外膜跟内膜之间有核孔存在 而这个核孔使细胞膜和细胞质彼此相通 同时这个核孔也可以控制物质进出细胞核 所以核孔它可以让水分子 或者某些特定的离子 以及ATP等分子 或者一些较大的分子 例如RNA等分子进出细胞核 所以核孔是细胞核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通路 而细胞核的核膜它也把细胞核跟细胞质 两者做了区隔 因此核膜隔离了细胞质与细胞核内各种的化学反应 细胞核的最外面是核仁 而核仁的内部则包含浅色的核植还有深色的核仁 核仁则是在最中心的部分 核植的范围它包含在核膜还有核仁之间 其中包含着许多浓稠的胶态物质 这些半流动的胶态物质它里面所含的成分 包含了DNA、离子还有蛋白质等各种不同的成分 核池里面最主要含有染色质 染色质是细胞里面的遗传物质 它在细胞的间歧时是呈丝状 可是当细胞在进行分裂的时候 会浓缩变成短棒状变成染色体 所以染色质跟染色体实际上它们的成分是相同的 只是出现的时期不同 它们的形状也不相同 如果在细胞间歧的时候它是丝状 只有在进行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才会据说变成短棒状 所以染色质跟染色体 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成分 只是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形状 而我们所说的染色体 在细胞内的遗传物质 它主要包含了DNA再加蛋白质 DNA上面有许多的基因 这些基因它可以控制生物的遗传 因此也掌握了生物所有的活动讯息 而在核子的内部 颜色较深的 这个是核仁 在细胞核里面 核仁一棵到树棵 树木则是不一定 核仁主要成分包含RNA跟蛋白质 核仁它是形成核糖体次蛋元的中心 可是核仁跟核质之间它没有核膜区隔 在细胞分裂的前期核仁它会消失 所以我们比较核质跟核仁两个构造 核质内部含有染色体的成分 染色体的成分包含DNA加蛋白质 DNA是指去氧核糖核酸 这个是DNA 而核仁则是由RNA加蛋白质所组成 而这个RNA则是核糖核酸 染色体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含有遗传物质 可以传递生物的遗传讯息 而核仁则是形成核糖体次蛋元的中心 这是有关于细胞核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要详细讨论 在细胞质内部各种的胞器 首先我们先介绍双层膜的胞器 双层膜它是含双层膜的胞器 双层膜包括外膜跟内膜 从这图上我们可以了解 外膜跟内膜是属于平滑的 一般藻类还有植物细胞 在形光合作用的时候 它必须有双履体的构造 才能够进行完整的光合作用 而在这个双履体的构造里面 它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我们称为双履饼 一个则是基磁这两个部分 所谓的双履饼是在双履体的内膜内 基质当中有许多内囊体 所堆积而成的形成双履饼 所以在这个图上 所以在这个图上 每一个单元这是一个内囊体 有很多个内囊体堆叠起来 于是就形成了双履饼的构造 而在双履体里面 有很多个双履饼所堆积而成 所以我们说双履饼是在基质里面 有很多的内囊体 或者有些叫做双履囊 在这个内囊体上面 它有双履素双黄素等光合色素 可以协助光合作用进行光反应 因此在双履饼上面 这些色素它可以吸收光囊 而基质的部分 则是在内膜里面所含的一些胶态物质 这些胶态物质还有光合作用时 所需要暗反应的酵素 因此我们说在进行光合作用时 光合作用分成两个重要反应 一个是光反应 一个是暗反应 光反应主要是在双履饼进行 而暗反应则是在基质进行 所以在进行光反应时 需要靠着双履饼上面 内囊体上面所含的光合色素 才能够协助光反应的进行 而当光合作用进行暗反应的时候 则需要靠着基质里面的酵素 来协助暗反应的进行 这是植物和藻类细胞 在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胞气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粒线体 粒线体它也是双层膜的胞气 在细胞里面有两个双层膜的胞气 一个是叶绿体 一个则是粒线体 我们介绍叶绿体的时候 我们说叶绿体它的两层膜 外膜跟内膜都是平滑的 而粒线体它的构造 它的外膜是平滑 而内膜则会凹陷形成许多皱褶 因为以光学显微镜观察时 早期在观察粒线体 因为显微镜的倍数不高时 以光学显微镜只能看到模糊的线状或者粒状 所以把这个构造才称为粒线体的构造 而现在显微镜的倍数可以大大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粒线体内部的构造 粒线体是在细胞里面进行有氧呼吸 制造ATP的主要场所 ATP我们也称为能量货币 所以如果细胞里面 ATP含量越多 表示细胞可以提供越多的能量 因此细胞就能够进行越多的代谢反应 甚至可以进行越多的同化代谢合成更多的物质 而这些ATP主要是靠着粒线体在进行有氧呼吸所提供 因此我们把粒线体我们也称为细胞的能量工厂 因为细胞所需要的ATP最主要是由粒线体所制造提供 而液滤体跟粒线体除了它们都有双层膜的共同特征之外 液滤体跟粒线体它们在包气的内部 它们都含有自己的DNA、RNA还有核糖体 所以液滤体跟粒线体它们都能够合成一部分自身所需要的蛋白质 我们把这种属于液滤体跟粒线体特殊的功能 我们把它称为半自主包气 也就是液滤体跟粒线体它们含有自己的DNA、RNA以及核糖体 所以可以合成一部分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它们叫做半自主包气 粒线体因为可以进行有氧呼吸 可以制造ATP 可以提供细胞在合成物质时所需要的大量能量 因此粒线体在萌芽的种子 或者需要大量活动的肌肉细胞 以及神经细胞上面 这些需要极大能量而代谢旺盛的细胞里面 粒线体的数量它会特别多 所以粒线体的数量会随着细胞代谢的程度 而随时改变它的数量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内脂网 内脂网是散布在细胞质内部单层膜的包气 它的分布范围很广 有些内脂网和合模相连 甚至有一部分内脂网可以连到细胞膜上面 所以内脂网占了细胞质内部很大的范围 而内脂网的形状有些是呈扁囊状的 有些则是呈管状的 像在这个图上中间这个是细胞核 细胞核的合模和内脂网的模是相连接 而呈扁囊状的这个是粗胞内脂网 呈管状的这个是平滑内脂网 我们发现不同的内脂网它所含的酵素不一样 因此在内脂网上不同的部位它可以进行不同的代谢反应 因此在细胞膜内部 每个内脂网上面所进行的反应不一定是相同的 而内脂网因为分布的范围很广 而且是彼此相连 所以内脂网可以协助细胞内的物质运输 所以我们把内脂网 我们也称为细胞内的物质交通网 它和物质的运输有密切的关系 而提到内脂网的构造还有它的功能 我们把内脂网分成粗胞内脂网 还有平滑内脂网这两个部分 粗胞内脂网其实所指的是这些扁囊状的内脂网 而这上面附有一颗一颗的核糖体 因为核糖体和蛋白质的合成有关系 所以粗胞内脂网上面因为附着着核糖体 所以我们说粗胞内脂网 它跟蛋白质的合成修饰还有运送有密切的关系 而蛋白质在制造还有运送的过程 首先先由核糖体先制造出蛋白质的原料出来 然后送到粗胞内脂网进行修饰加工 最后运送到高基氏体去 所以蛋白质的制造过程 先透过核糖体送到粗胞内脂网 最后送到高基氏体 这是大部分蛋白质制造过程 它所经过的途径 而如果内脂网上面 它不含核糖体的 则就成为平滑内脂网 平滑内脂网是呈管状的 因为平滑内脂网 它含和脂质代谢有关的酵素 一般脂溶性的养分 会在细胞里面的平滑内脂网进行代谢 然后将脂质分解 所以平滑内脂网跟脂质的代谢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误食了一些脂溶性的毒 则在肝脏的平滑内脂网上面 它会将这些有毒的脂质把它分解 所以我们说肝脏有解毒的功能 有些脂溶性的毒素 可以在肝脏的平滑内脂网进行解毒 而像糖类的代谢 还有肝糖的合成跟储存 这个也是在肝脏的平滑内脂网上进行 所以我们总和内脂网的功能 一个出造内脂网 一个平滑内脂网 出造内脂网和蛋白质的代谢 还有运送有密切关系 而平滑内脂网则是和脂质 还有糖类的代谢有密切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高基尸体 高基尸体跟内脂网 都有扁囊状的构造 但是内脂网的扁囊是彼此相通 然而高基尸体 每一个单层膜的扁囊 彼此是不相通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上 这是高基尸体的构造 每一个扁囊 这里一个扁囊 当物质从内脂网收到高基尸体时 先在第一个扁囊 进行代谢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再送到第二个扁囊 再继续进行第二个反应 这样子一个一个的 整个像这样物质在每个扁囊里 进行修饰、储存、运输 还有分泌等各种的代谢反应 所以高基尸体它的物质在运送 它有一定的方向 从里面往外面 它是顺着一定的方向向外传递 而在传递的过程 则是借着扁囊四周的一些 囊炮作为传递的工具 所以当出造内脂网上面产生的蛋白质 送到了高基尸体修饰以后 它会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蛋白质 然后再借由囊炮送到不同的目的地去 而高基尸体在完成蛋白质的代谢后 它所运送的途径 有一些会形成膜蛋白 就直接送到膜上面 例如送到合膜或者细胞膜或者各个包机上的膜 形成膜的构造 这个是膜蛋白 而有些则形成分泌性的蛋白 这些分泌性的蛋白则直接送到细胞膜外面 例如酵素、激素 像这些分泌性蛋白 例如像口腔的唾液 胰胀的胰液 或者甚至胰岛素 这个都是属于分泌性蛋白 如果蛋白质它形成不同的水解蛋白时 则这时候借由囊炮则形成了容体的构造 所以我们说容体其实是由高基尸体 所制造出来囊炮的一部分 所以总和高基尸体的功能 它主要在负责蛋白质的 代谢、储存、运送 所以高基尸体可以制造各种包基的膜蛋白 可以形成分泌细胞上面所产生的分泌蛋白 以及形成容体所需要的水解蛋白 这个是 这是高基尸体的功能 因为高基尸体它跟细胞的分泌作用 还有蛋白质的修饰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高基尸体我们也称为细胞的分泌中心 因为我们发现属于分泌性的细胞 它的高基尸体数量会比其他细胞明显的增加很多 所以像一般动物的线体细胞 还有神经细胞 这些需要分泌一些酵素或者激素 因此在这些细胞上面 它的高基尸体它也特别发达 而植物的高基尸体它可以分泌纤维素 而这个线维素则跟细胞壁的合成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有关于高基尸体性质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容体 容体也是属于单层膜的胞气 实际上容体的制造 它是由高基尸体的囊泡所形成的 在容体的内部 它则含有多种的水解酵素 有关于容体的功能 像白血球在吞噬细菌的时候 变形虫在摄取食物的时候 体内会形成石泡 而石泡产生以后 可以借着容体的水解酵素来进行消化分解 所以白血球吞噬细菌以后 容体的水解酵素可以把细菌分解成残余物质 而变形虫体内摄取有机养分以后 也可以借着水解酵素 把这些有机养分把它分解成更小的物质 像蝌蚪变态变成青蛙的时候 生长过程 它尾巴会逐渐缩短 而蝌蚪变成青蛙 这种变态过程 也跟容体有密切的关系 胎儿在发育的过程 我们发现 容体可以促使某些细胞组织 分解消失 例如胚胎在发育的过程 手指的形成 刚开始是一坨像球状一般的手掌 而后慢慢的 容体将残余的细胞融解 逐渐形成手指的形状 这个是容体的功能 而像新生儿在补育的过程当中 孕妇面如组织的分解 这个也是借由容体的水解酵素来完成的 此外像孕妇生长完快速瘦身 这个也是借由容体的协助 使孕妇可以快速的恢复原来的身材 而红血球在成熟的过程当中 容体也能够将细胞核 还有立腺体破坏 精子跟卵在结合的时候 也需要借着容体的协助 精子才能够钻进卵子里面 所以有关于胞器的老化更新 这个也是需要靠容体的协助 所以我们把容体也称为细胞的自杀带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异胞 异胞在动物跟植物细胞里面 都有异胞的构造 可是成熟的植物细胞里面它有明显的中央大异胞 因为植物细胞在生长过程当中 异胞不断的聚集重叠 于是当细胞成熟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中央大异胞 而这个中央大异胞占了细胞大部分的体积 于是中央大异胞对细胞就明显的产生膨压 因此中央大异胞可以维持细胞固定的形状 然而也因为中央大异胞它占了大部分的体积 也因此将细胞质和细胞核挤到细胞的边缘 所以特别是植物的细胞核 它就不是在细胞的中央了 而我们在观察植物细胞时 我们能够看到面积最大的也几乎是这个中央大异胞 无论动物或者植物在不同细胞内 它的异胞具有不同的功能 我们举几个重要的例子 对于草鲁虫而言 草鲁虫的异胞它有负责排除水分的作用 因为草鲁虫生活在淡水当中 随草鲁虫所生长的环境 水分会不断地进入到细胞里面 因此草鲁虫的异胞 它主要的功能是排除多余的水分 而草鲁虫体内的这个异胞 我们也称为伸缩泡 变形虫在摄取食物的时候 它会伸出胃足 而胃足将营养物质射入体内时 在体内会形成食泡 食泡也是一种异胞的变形 当食物在体内形成食泡的时候 这时候可以借着容体所具有的水解酵素 将有机物质分解 而将食物消化 所以食泡是变形从体内的一种异胞 而植物的中央大异胞 它可以积存大量的水分 可以维持细胞固定的棚压 因此对细胞的形状 它占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一点对草本植物则是特别重要 异胞的功能 它可以暂时储存不需要的养分 水分 色素 矿物质 或者暂时储存的代谢废物 因此我们把异胞也称为细胞的储存室 这是有关于异胞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非膜状的胞气 非膜状的胞气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核糖体 一个是中心力 我们先介绍核糖体 核糖体它是不含膜的胞气 呈颗粒状 它主要的成分是由RNA跟蛋白质所组成 而这个核糖体RNA加蛋白质 它的成分其实跟核仁成分是相同的 可是核糖体它并不存在核仁里面 核糖体的位置主要有四个部位 一个是散布在内脂网上面 在粗造内脂网上面 会附着着一些核糖体在上面 于是核糖体跟制造蛋白质有关系 因此粗造内脂网也跟蛋白质的合成 有密切的关系 而第二个是游离在细胞质液当中 在细胞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游离的核糖体在 除了内脂网上面有附着核糖体 还有细胞质液里面有核糖体 这两个之外 还有两个重要的构造 其中一个是粒线体 另外一个是叶绿体 由于粒线体跟叶绿体 它们含有属于自己的DNA RNA跟核糖体 所以它们可以合成一部分所需要的蛋白质 因此我们把这样的功能 我们就称为半自主胞气 所以叶绿体跟粒线体 因为含有核糖体的构造 所以可以合成蛋白质 所以它们具有半自主胞气的功能 而我们再提到核糖体 它是合成蛋白质进行转移工作的主要场所 所以我们把核糖体 我们也称为蛋白质工厂 而核糖体实际上体积非常小 我们必须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够观察得到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个是核糖体的构造 可是实际上核糖体 它包括两个次单元 上面这一个 这是一个核糖体的小次单元 而底下这一个 这个是核糖体的大次单元 而这两个次单元 是在细胞核里面核仁所制造出来的 所以有关于核糖体的制造 这边我们要稍微再做一点说明 因为一个核糖体包含大小两个次单元 而每个次单元是由核仁所制造 所以我们说核仁它是制造核糖体的次单元中心 可是核糖体并不是在核仁制造 因为当核仁制造了核糖体次单元之后 这个大小次单元它会送到细胞质 当细胞质里面的蛋白质需要进行转移的时候 这时候才会把大小次单元组装成为核糖体 进行转移的动作 所以核糖体是在细胞质当中 将大小次单元组装变成核糖体 再进行转移的动作 所以如果细胞质它不进行转移的话 它就不会组装核糖体了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中心体 中心体它是另外一个不含膜的包器 而中心体实际上它是由两组相垂直的中心粒 以及四周浓稠的细胞质所组装而成 所以两组中心粒互相垂直排列 再加上四周粘稠的胶状物质 于是形成了中心体 中心体经常位于动物的细胞和附近 它的功能跟细胞分裂有关系 所有中心粒它是由九组三年的蛋白质为管 所环绕而成形成短柱的结构 我们看旁边这一个图形 这里有两组中心粒 两组中心粒再加粘稠的胶状物质 于是形成了中心体 而其中一组就是一个中心粒 中心粒它是三根蛋白质为管 这里三根蛋白质为管形成一组 这里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九组 总有九组的蛋白质为管 一组的蛋白质为管有三根 所以九组的蛋白质为管 这里相当于有27根 环绕形成一个圆柱形 两组的圆柱形相互垂直 形成了中心体 而中心体的构造只出现在动物细胞当中 像高等的植物细胞 中子的植物细胞上面 我们就不会发现中心体还有中心粒的构造了 而这个中心体跟细胞分裂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形 早期在观察细胞分裂时 因为以前的显微镜倍数较低 因此在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 会看到细胞的左右两端 会有一些像星星发光的模样 因此早期把这两边称为星盲体 或者称为星状体 而实际上所谓的星盲体或者星状体 它只是中心体再加上粘稠的胶状物质 于是形成了星盲体的构造 而在两组星盲体之间 因为细胞分裂的时候 中心体它会形成纺锤丝 于是在中间的地方会看到纺锤状的构造 所以在过去我们把中间的纺锤丝 这个地方称为纺锤体 而实际上所谓的纺锤体或者星盲体 这只是在细胞分裂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观察到细胞分裂的不同部位 在中心体的两端是我们所见到的星盲体 而中间纺锤丝所出现的地方 因为形状像感染型 所以把这个称为纺锤体 而如今显微镜的放大倍率提高很多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细胞分裂时 它的细微构造 所以星盲体或者纺锤体 这个只是在早期不易观察的时候 所出现的名词 所以像动物细胞在进行细胞分裂时 它是两组的中心粒相垂直 再加上粘稠的胶状物质 这个是在细胞的两端形成中心体的构造 而如果种子的植物细胞 它则是没有中心粒 没有中心体 但是还是有粘稠的胶状物质在两边 所以还是可以形成纺锤丝 只是缺少中心粒的构造而已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细胞壁 细胞壁的构造 它位于细胞膜的最外侧 而在上面有很多的孔隙 可这些孔隙能够容许大部分物质穿透 因此细胞壁它并没有半透性 也就是说物质如果够小可以穿过细胞壁 则它就能够任意地穿越 所以细胞壁它并无法控制物质的进出 所以实际上在细胞壁的两侧 所含的物质成分大约是相同的 可是细胞膜的内外 两侧的物质则是大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说细胞膜它具有半透性 可是细胞壁它则没有半透性的功能 我们谈到细胞壁的成分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细胞壁 像动物就没有细胞壁的构造了 所以只有原核生物 原生藻 植物界 还有真菌界 这些具有细胞壁的构造 原核生物里面的真细菌界 真细菌界 它的细胞壁主要成分是太巨糖 而如果是骨细菌的话 它的细胞壁成分则是非太巨糖的成分了 而原生藻类跟植物界 它们细胞壁主要成分则是纤维素的成分 如果真菌界 真菌界的细胞壁成分则是几丁值 还有少量的纤维素了 这是不同的生物界 它们细胞壁具有不同的成分 而谈到细胞壁的功能 因为细胞壁它具有保护作用 它能够维持细胞的形状 可以维持保护支持细胞 而细胞壁对于细胞的保护作用 比方说动物细胞 因为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的保护 所以如果过多的水分进入到细胞里面时 这时候细胞可能会导致脏破 可是由于植物有细胞壁的构造 细胞壁它能够维持细胞固定的形状 所以过多的水分进入细胞以后 这时候细胞壁它能够保护避免细胞脏破 所以细胞壁它对植物细胞的水分维持具有重要的功能 而如果过多水分离开细胞的话 这时候会导致细胞内的碰压降低 于是细胞壁和细胞膜就会造成分离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直离 或者叫做膜壁分离 这是细胞壁它的特性 因此对于植物有细胞壁的保护 它可以避免水分过多或者水分过于缺乏 所导致细胞的危害 这是有关细胞壁的性质 我们最后我们再复习一次 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细胞的内部构造 动物细胞在座外面是细胞膜 里面是细胞质 最中心的地方则是细胞核 植物在座外面有细胞壁 而往内层则是细胞膜 再往里面细胞质 最里面的地方有细胞核 这是细胞由外到内它们的构造 而我们把细胞膜细胞质跟细胞核 这三个我们称为原生质 因为这三个构造能够表现出细胞的生命现象 而细胞壁则是形成细胞之后才产生的 所以细胞壁实际上我们把它称为后生质 它并没有生命现象 细胞膜的功能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所以我们说细胞膜它是物质进出的门户 细胞核内部则含有遗传物质 所以我们说细胞核是细胞的生命中枢 而细胞质里面则含有各种的胞气 因此细胞质是进行化学反应的重要场所 而细胞内部的胞气 其中双层膜的胞气有两个 包括叶绿体还有粒线体 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而粒线体则可以产生ATP 我们把粒线体也称为细胞的能量工厂 或者细胞的能量发电厂 所以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都有粒线体的构造 可是植物细胞才有叶绿体 动物细胞则没有叶绿体的构造 而内质网可能从细胞核连接到细胞膜上 它是由很多的膜状所组成 我们把内质网也称为细胞内的高速公路 因为它主要负责细胞内的物质运输 而内质网它有两个部分 包括有粗造内质网跟平滑内质网 粗造内质网上面有附着核糖体 平滑内质网上面则没有核糖体 所以粗造内质网跟蛋白质的合成有密切关系 平滑内质网则是跟脂质或者糖类的代谢有密切的关系 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中心 所以我们把核糖体也称为蛋白质工厂 而高际氏体则是跟细胞的分泌有密切关系 所以高际氏体我们也称为细胞的分泌中心 融体是单层膜 融体还有很多的水解酵素 所以融体它跟物质的消化 包气的老化更新有密切的关系 中心体只有动物细胞有 植物细胞则没有中心体的构造 而中心体则跟细胞分裂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细胞里面 有个最大的这个中央大翼包 中央大翼包占了植物细胞大部分的体积 由于植物有中央大翼包 因此植物细胞能够维持一个固定的形状 因为当里面充满了水分 这时候里面的水分会对细胞壁产生一个碰压 于是中央大翼包里面的水分 它能够协助让细胞维持固定的形状 可对动物细胞而言 动物细胞的翼包小数量多 可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动物细胞一般比较不容易看到翼包的构造 这是植物细胞跟动物细胞两者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再利用表格 我们来比较一下细胞内各种胞器 它的功能还有哪些生物存在特定的胞器 首先细胞膜里面的胞器 我们分成有双层膜的胞器 有单层膜的胞器 以及不含膜的胞器 双层膜的胞器有两个 一个是叶粒体 一个是粒线体 粒线体可以形光合作用 而粒线体则是细胞的能量工厂 或者我们也称为细胞的能量发电厂 粒线体所有的增合生物都有 所以我们先提到原合生物 原合生物因为含膜的胞器它都没 所以双层膜的胞器 单层膜的胞器都没有 因此原合生物的细胞 它唯一一个胞器 就只有一个核糖体的胞器 所以原合生物 它只有核糖体的构造而已 核糖体的构造是合成蛋白质的中心 所以我们把核糖体也称为蛋白质工厂 这个核糖体是真核生物和原合生物 所有细胞里面都共同有的构造 而中心力或者中心体 它和细胞分力有关系 这个构造是在动物细胞里面较早发现 可是在植物细胞里面则是没有的 至于单层膜的胞器 包括内磁网 高基视体 翼胞跟龙体 这些都是属于单层膜的胞器 内磁网我们也称为 细胞内的运输中心 或者细胞内的高速公路 或者我们也说 它是负责细胞内物质运输的交通网 所有的综合生物通通都有单层膜的胞器 所以你会发现 动物细胞 植物细胞 胞器的老化更新 所以我们把龙体也称为细胞里面的自杀带 而翼胞则细胞里面的储藏室 植物里面有个中央大翼胞 另外超里虫的伸缩泡 或者变形虫的石泡 都是属于翼胞的特定结构 我们才利用这个表格 我们来比较植物细胞跟动物细胞 或者原和生物的细胞 和各种胞器的异同 首先细胞膜 细胞膜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所以细胞膜是物质进出的门户 这个是植物细胞跟动物细胞 还有原和细胞 通都有的 原和生物的细胞 它所含的膜只有细胞膜 除了细胞膜之外 其他的膜则都没有 细胞核是细胞的生命中枢 它可以控制细胞的生理活动 而细胞核是属于 生物所特有的构造 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 两者都有 细胞质是进行化学反应 细胞代谢的重要场所 所以细胞里面 同化作用 异化作用 通通都在细胞质里面进行 所以 即使是原和细胞 它主要的化学反应 还是在细胞质里面进行的 而内质网负责细胞里面的物质运输 这个部分是植物细胞跟动物细胞都有 因为内质网是单层膜的胞气 所以在原和细胞里面就没有了 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中心 或者我们也称为蛋白质工厂 这个核糖体是原和生物跟正合生物 共同有的唯一胞气 高级肢体是细胞里面的分泌中心 所以高级肢体只要在线体细胞里面 激素或者酵素分泌的细胞或者神经细胞 高级肢体的含量会特别多 立腺体则是进行有氧呼吸 负责制造ATP 可以提供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因此如果需要大量能量的地方 这时候立腺体的树木会特别多 立腺体跟液绿体都是属于双层膜胞气 立腺体负责呼吸作用 而且是进行有氧呼吸 液绿体则是进行光合作用 可是液绿体在动物细胞里面 这没有液绿体的构造 液胞我们也称为细胞里面的储藏室 液胞或者也叫做液泡 它可以暂时储存不用的物质 所以包括水分、废物、色素、矿物质等物质 暂时储存在液胞里面 植物有个中央大液胞 因此植物的液胞它比较大 动物的液胞树木多 但是体积很小 对植物而言 中央大液胞可以维持细胞固定的形状 溶体可以协助细胞进行胞内消化 以及胞气的软化更新 因为它有很多的水解酵素 所以物质的消化分解都跟溶体有密切的关系 中心力则只有动物细胞有 在高等植物细胞里面则不曾出现 而这个中心力跟细胞分裂有密切的关系 细胞病则只有植物细胞有 原核细胞它也有细胞壁 不过原核生物的细胞 它细胞壁以真细菌而言 它细胞壁是太巨糖的成分 而植物细胞它的细胞壁 则成分是纤维素 它可以保护细胞 可以维持细胞固定的形状 而动物细胞则没有细胞壁的构造 这是动物细胞 植物细胞 还有原核细胞 这三大类型 它们彼此之间的细胞里面包弃 还有功能的比较 想办法改变自我 挑战自我 迈向成功的关键 就从现在开始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